一整排大紅花圈擺在社區前 以為是大過年婚相喜慶 但走近一看 上面寫著 梁教官請把運情嫁給我 何先生想求婚 來這招情賊先情亡 先收服未來老丈人的心 怎麼說 為什麼丟臉 就覺得很丟臉的 為什麼 就可能太特別了 就這樣 不是很感動嗎 有 很感動 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大街上 讓女主角又丟臉又感動 和男友穿著同一套灰色上衣 情侶裝甜蜜現身 兩個人相識相戀兩年多 透過網拍結識 男友說要求婚就要出奇至聖 知道女友父親是退休教官 就在花圈上寫著梁教官 不仔細看 還以為是向梁教官示愛 本來就有想做 因為我想做跟別人不一樣 求婚要做跟別人不一樣 這樣女朋友台灣永生難忘 她很有台灣對不對 然後送夠了這樣 這個很特別 很台 無言 太高調了 照片被PO上臉書 不少經過的路人也大讚 太可愛 有創意 台灣味十足 忍不住停下腳步多看幾眼 也有人關心大手筆 一定花了不少錢 而市價行情大約一對一千五 十個花圈也不便宜 準新郎管小說朋友贊助 只要求婚順利花多少錢 不重要 記者彭正名 龔玉德 台中苗栗報導